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那道瘦虚的身影 在黑暗中渐行渐远 卫英走到楼下 把大门打开后 停顿了片刻 还是转身朝着蓝忘机的方向挥了挥手 黑暗中他看不清蓝忘机的表情 可是那直拔的身姿让他觉得很是安心 蓝忘机只是下意识低点了点 一下子还不习惯 像平常人那样挥手 那身影消失在门后了 蓝忘机还保持着原来的站姿没动 直到原本漆黑的二楼亮起了洁黄的灯光 那双浅眸才有了变化 复杂难明 百感交集 只是短短的两天时间 蓝忘机像是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旅程 旅程结束了 可心里的牵挂和不舍才刚开始 魏无羡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蓝忘机轻叹了一口气 终是转身拉开了车门 发动车子后再抬头望了窗户一眼 然后离开 而楼上的魏英 一回到家就先把小家伙安顿好 妞妞以前可是从来没睡过这么久的 魏英拍了拍他的小手 想把他叫醒 可他只是小嘴扁了扁 就是不醒来 应该没事吧 魏英叹了叹他的额头 体温也正常 大概就是累了吧 魏英摇了摇头 心想自己是多虑了 拿来瘟毛巾给他擦了擦脸 还有小手才关了大灯 只开了展小夜灯 走出房间 虽然在车上迷了一会 但还是很困 魏英匆忙洗了个澡 连饭都不吃了 直接就上床睡觉 睡到半夜 魏英是被哭声叫醒的 睁眼的那一瞬间 他还以为是在做梦 秉夕听了听 爸比 牛牛痛痛 要爸爸 爸爸以牛牛痛痛 破碎的哭声 从对面房间传来 不是做梦 魏英翻身 直接从床上滚了下来 两个房间隔着客厅 魏英根本来不及想开灯的问题 跌跌撞撞就往对面房间冲 不小心就踩上了牛牛的滑板车 整个人往前扑倒 磕到了门板上 钻心的痛从额头传来 魏英深吸了一口气 爬起来就扑进房间 牛牛 魏英打开灯 看到床上的小人 满身满头的大寒 被子都湿透了 小脸红得吓人 嘴唇也红得都干涸了 魏英颤抖的手贴上他的额头 那温度烫的疹人 宝宝 你怎么发烧了 爸比要怎么办 怎么办 魏英知道自己不能慌 要冷静下来 可是他越是想冷静就越是慌 最后连手脚都哆嗦了起来 别怕 宝宝 别怕 爸比带你去医院 对 去医院 魏英手忙脚乱把人抱起来 可这时候怀里的牛牛 却全身抽搐了起来 伴着哭闹声 在黑夜里 让魏英都近乎绝望了 宝宝 你不要下巴笔 魏英痛哭了起来 他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情况 上一次 牛牛出车祸 要不是刚好就在公安局门口 魏英怕自己恐怕也是崩溃了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坚强 很冷静的 可是对象一换成妞妞 他就冷静不下来 魏英抱着妞妞返回自己的房间 拿了手机 就往外冲 连门锁不锁都顾不上了 可是楼下漆黑的一片 别说车 连个人影都没有 要打车 肯定要走到小七外面的大马路上 魏英脚上还穿着拖鞋 怕摔倒了 干脆直接把鞋子扔了 光着脚奔跑 平时还不觉得有多远的路口 此刻确实怎么跑到跑不到终点 爸爸 爸爸 那张红得吓人的小嘴一张一盒 叫着爸爸 爸爸 对 蓝忘机 魏英也不知道这个时间点路口能不能达到车 毕竟这里本来就偏僻 平时等车都要老半天的 更何况是半夜 魏英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 被手机屏幕的亮光一照 他才想起 他没有蓝忘机的号码 魏无限 你真是没用 魏英狠狠地咒骂了自己一句 爸比 妞妞要爸爸给爸爸电话 怀里的人儿还在哭闹着 可就是这句话惊醒了魏英 难道上次妞妞打过去的电话 就是蓝忘机的 魏英没有时间多想其他的 掏出手机 找到了之前那个陌生电话 拨了出去 心里暗暗祈祷着 电话振动的时候 蓝忘机还睁着眼睛 望着天花板发呆 凌晨三点了 他一点睡意都没有 脑海里不断回放着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先是妞妞抱着他哭 然后是三人的同床共振 再到今天比赛时 魏无限抱着他欢呼 这一切都让他心乱如麻 电话振动时 蓝忘机拿了起来 黑暗中 手机屏幕上的号码跳跃着 这十一个数字蓝忘机 再熟悉不过了 开鞋前就莫名其妙 接到这个电话 电话那边的女孩张嘴 就叫他爸爸 然后又是一个男子的声音 问他有没有丢失孩子 他都没有孩子 哪来的孩子让他丢 反正就是奇奇怪怪的 蓝忘机伸手就想挂断 可是手指马上就触碰到 那个红圈时 却转了个方向 他有种自己也说不清的预感 这个电话他要接 电话一接通 蓝忘机甚至还没来得及 把手机放到耳边 焦急的声音就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这声音如此的熟悉 蓝忘机 是蓝忘机吗 蓝忘机煞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魏无限 是我 是我 快救救妞妞 那边的哭声如此的无助 蓝忘机的一颗心被揪得生透 魏无限 你别着急 你先冷静下来 乖 听话 你先深呼吸一口气 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里 妞妞发生什么事了 蓝忘机一边安抚他 一边翻身下床 拿过桌上的车钥匙 出门 一秒钟都没浪费 不知是不是蓝忘机的安抚起了作用 还是魏英觉得找到了帮忙的人 心一下子沉稳了许多 魏英把妞妞的病情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告诉了蓝忘机 魏无限 你别怕 我马上就过去 我现在要给医院打电话 你乖乖在原地等我 听到没 嗯 听到嗯的一声后 蓝忘机就快速挂断 转而给医院那边打了电话 此刻 蓝忘机是真的要谢谢奶奶了 虽然祖孙二人因为意见不合 经常有冲突 蓝忘机更是因为如此 才会到云梦爱上大学的 可是蓝奶奶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孙子 蓝忘机一来云梦 他就在这边给安排了家庭医生 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提供服务 蓝忘机在电话里把情况一说 医院那边就做好了接诊准备